我想剛剛聽主席在報告這個首都市里 我真的心有其他 我舉幾個我們在北斗市發生的案例 像之前中介有發生連接所斷列的這個 連接所斷列 那過程我跟我們事務在這邊聯繫非常密切 我很感佩那時候KB當市長 他很有GAS 他說如果需要他來報告他要帶電影過來 哇 所有的議會大家都維持發抗降GAS 然後他就這樣體制不虎 他就很快就把問題解決 這是第一個案例 第二個案例就是最近 各位都知道發生宣布天上卡掉的問題 造成這樣的一個意外事件 那我們在探討的過程他們就發現說 我們臺北決議已經走了二十幾年 結果從來沒有發生天上掉下來的意義 為什麼台中是短短的一年多就發生的案例 原來有什麼原因 混不點 老鐵不夠雜石 所以我們是給我們柯P所聽到 他有四個熱烈的掌聲 你看二十幾年沒有任何這種意外發生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手工之力的成功 那我要幫我們柯P平反一下 民調不是他做不好 是因為他太務實了 當巴黎花500 還了570億 你想 這個誰做不到 都怕 誰怕怕 你怕 然後我要報告的就是說 其實最大的問題 增減點的呢 因為當年柯P把那個敬老年金給取消掉 然後跟這位報告一個數據你們知道 鄭文燦戶在多少 一千兩百億 他怎麼做 他一年事節都兩千塊 所以說他光花在我們那些 那些錢錢花一個人就要八千塊 所以說他的民調高 我想舉這些例子來做個對比 所以真的是一個務實 這個領業清楚 會下一代早想 堅守財政區的一個好的領導人 從1994年出現藍綠抗爭以後 一直到現在你知道 整個台灣還是籠罩在 藍綠對抗 統獨的這種對抗的思維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開始提這個概念 到底台灣還是要繼續停留在那個階段 還是說我們要走向一個新政治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們對下一個階段新政治的提倡 叫做共同社會國家治理 共同社會是什麼意思你知道 共同社會 我這個就是我們這次選舉的時候 一些基本思想 不管了美國的國安部 國安會 都問同樣 我們來訪美 馬英雄去訪中 都同一個時間 你的看法 我說這個很抱歉 這只是證明我們台灣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理論上如果我們是團結和諧的 大家講 你去應付美國 你去應付中國 我們是有一個台灣的主體性 可是很清楚 我對這個問題我非常清楚 事實的真相是各看各為 所以有一次我去見那個新加坡的高層 我問他說 你們新加坡在中美之間好像應付得很好 到底你們的秘訣是什麼 對台灣能不能有什麼監獄 連台灣內部都沒有共識 怎麼去對外處理兩岸關係 所以坦白講 我們內部一定要先和解 從一個共融的社會 等等你們會解釋一下 什麼叫共融的社會 再來我們要強調國家自己 我跟你講 我是實際當過八年台北市長 2015年我上任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的資本和預算執行率只有66% 就是預算變下去 說明明要做這麼多工程 時間到檢查只有66% 我從66%一直進步 進步到82% 研發掉7年的時間 所以你想想看 一個政府 那資本門預算執行率只有66% 你覺得效能沒問題嗎 其實你看看 從前瞻計畫 防疫特別預算 一路看下來 我們還在很誠實的面對 我們整個國家的效能是很淡 如果以企業眼光來看 這是要怎麼打無台肩 所以如何讓這個社會和諧 如何整個國家的效能提高 這是一個現階段要解決的 所以以前一直在現在藍綠統獨的泥落裡面 其實我們還是往前看 到底我們要如何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 我每次說我們不需要發現問題的人 也不需要解釋問題的人 我現在需要解決問題的人 解決問題應該要強調國家治理 另外一個在對內處理政黨這種鬥爭的問題 我們主張聯合政府 團結台灣 我每次講這個 馬上就很說 現在政黨政治來就不可能 他只要跟大家講 我在台北市政府的實驗證明是可以 因為我三個副市長 剛好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 我的局長有 民政局的局長是民進黨的 他解決是藍綠軍 然後我的那個黃島傑局長 劉明龍 他以前的 他是那個趙少康的基藥 所以我們從民進黨到新黨 我們來查一查 我們整個台北市政府只差基進黨而已 其他都有了 什麼黨都有 所以我後來發現 其實對一個醫生來講 假如說我們是醫生 病人送到急診處 我們從來沒有問他說 你是民進黨還是公民黨 也不一樣看病 其實用這種態度來面對市民 所以人家說 你為什麼從一個墨綠的變成這個樣 變成轉白 因為如果我不當市長 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我的意識形態 可是有一天你是當市長 你要照顧的是250萬台北市民 甚至你會影響2300萬團成民的時候 你的思想邏輯不是我是綠的 我是藍的 你是 台灣是一級的 所以我認為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你知道 也許 很多人用政黨政治來反駁這區 但是我覺得台灣需要有一次機會reset 重開機 把這藍綠的構陣 能不能有一次reset的機會 那也許將來在政黨政治 那可以開始思考 但現階段這個恐怕要有一個reset的機會 永遠 就像我們跟美國人講的 很抱歉 這只是馬英九季仿中 蔡英文季仿美 是證明我們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所以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你知道 我們要在國內 我們希望國內的社會和諧 也要先做到政黨和解 所以我在講說 為什麼從1990年李登輝開國事會以後 一直到現在 三十幾年沒有總統願意出來 所以我們主要政黨大家坐下來 這兩岸關係我們來討論你看 我們對大陸到底要採用什麼態度 對美國要採用什麼態度 當然你也講 意見不一樣 談不懂 臭 我跟你講 我的經驗 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 但是經過溝通以後 80%會相同 所以內部 要求台灣社會和諧 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 政黨和諧 這樣才有機會 兩岸和平 再來是這樣 台灣自主跟兩岸和平 不敢怎麼樣 台灣當前還是面對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中國大陸 所以是這樣 我覺得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講的那一句話 是非常有用 他說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需要競爭的時候競爭 然後必須對抗的時候要對抗 但是我們也不要搞到說 可以合作的時候也用對抗 所以是這樣 我倒覺得這種態度 我們有分層次 但是雙方都把底線畫清楚 我們的底線就是台灣自主 所以這也必須跟中國大陸表明說 不管怎麼樣 我可以決定我的生活 就是我的底線 你要超過這條線 我也沒有辦法 就只要跟你拼了 沒辦法 所以是這樣 在這個基礎 我在台灣自主的情形下 我們追求兩岸和平 我願意跟你溝通 我們來談談一談 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是這樣 其實事件的道理 也不用講得太複雜 基本原則確立 剩下就是 怎麼去把它做到而已 共融這個國家治理 這共融社會是怎麼樣 我這次520在淡水宣布參選 其實有個很大意 為什麼選那個地方 台灣 從荷蘭 西班牙 明正 到清朝 日本殖民地時代 到國府遷來台灣 一直到現在台灣民主化 其實台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我一直在找 世界上有哪個地方 在四百年 曾經經過這麼多政權的更替 而且我跟你講 台灣的政權更替 跟其他地方的政權更替 不一樣 其他地方都改朝犯態 它只是改變繳穢的對象 我們是連文化都拔起來 這個不太一樣 它是截然不同的文化 所以這樣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 所以我們要開始思考 我們都有不同的過去 就像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人口的組成 最主要叫原住民 這個就是米南人 其實米南人還分漳州跟泉州 再有客家人 再有外省人 現在還叫新住民 基本上 我們不僅在政治上是非常的多元 我們現在整個文化上也非常的多元 所以我們都有不同的過去 所以為什麼這次我拿馬接出來當一個犯本 生活在這裡 認同這裡 他就是台灣人 所以用這個方式 不然你永遠 你看看 外省人這種造成我們內部的隔閡多久 更不要說兩百年三百年前 那種泉州府張州府的對抗 好 所以這樣 我們有不同的過去 但是我們共同的現在 現在要思考一把走向共同的未來 所以一個共同社會 不過你看 其實共同的社會也是需要 時間來解決 他需要從小地方開始做 所以台北市有共同社郵聚 共同社郵聚的精神就是這樣 連那個腦性麻痺做倫理的 你都讓他有機會玩 其實從那共同社郵聚 我在台北市的小學校裡面推共同社郵聚 其實在不知不覺當中來告訴這些小朋友 有的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必須包容他們 那共同社會 全世界非回教國家 只有台北市要開災節 這是一種 這些移工來幫助我們 我們為什麼不能要併入我們 讓他融入我們的社會 全亞洲最大的同志大遊行也在台北 你要知道 同志一敵在台灣公投是沒夠的 反對的是三分之二 可是我們還可以讓他很平順地這樣辦完 我記得2019年已經達到了13萬5000人 大概很大的一個活動 所以這樣啦 國家治理其實它重要還是核心理念 台灣的整理力人民最大福祉 最重要是正直誠訊務實執政 務實是我們作為外科醫生最大的特色 他說時間到了 好 那其他就不用講 我覺得是這樣 基本的原則缺理 剩下的就是努力去做 最可怕的是講一套做一套 那就麻煩 所以我倒覺得我們在這個地方先跟大家大家講 我們的基本原則 剩下就是執行的問題 分明是講說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講到半天沒有用 我們外科醫生是非常強調物實 就是說 你口墨很會開到病人死掉沒有用 所以 物實是我們一個很大的特色 好謝謝大家